夜间娱乐场所在冠病疫情期间生意受挫 不少业者通过精简运作和改变商业模式寻求出路 尽管如此,一项调查显示 本地每10家酒吧和夜店当中就有4家打算结束营业 过去几个月,以往一踏入黑夜 就五光十色的克拉码头显得格外冷清 许多夜店和酒吧在阻断措施解封第二阶段仍无法开业 一些持有餐饮准证的业者就改变运营模式 转向提供餐食,为求生存 不过根据新加坡夜店总商会一项调查 130多家夜店场所当中有95%至今仍无法开门迎客 调查也显示,目前无法恢复营业的酒吧和夜店 有四成已经打算结业,商会预计接下来将有更多业者退出市场